2012年1月29日晚,此时正是大年初期,甘肃九泉市的上空还被喜气祥和的气氛笼罩着,但是和家家户户的喜庆不同,派出所此时走进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,就连脸上还占有了溅气的鲜血。 显然呢,他是受到了什么极大的冲击,连脸上有血迹都没有察觉的到。男子的神情呆滞,只是木纳的说道,我杀人了,来自首来了。 在场的人神色一脸,连忙组织警力前往了案发现场,现在是年假的期间,如果出现了命案,必定会在市民中引起骚动,群众也会人心惶惶的。 案发现场,就是报案男子的家中,此时呢,家中的妻子也是神色气气,只会蹲坐在一旁抹着眼泪。 这个心如死灰的女人也没有想到,明明刚刚三人还在喝酒聊天,怎么转眼之间就大动干戈,非要闹个你死我活呢? 而变成了现在,一死一入狱,只剩下她和两个孩子了。 这可怎么办呀? 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,首先呢,注意到了就是现场非常的凌乱,显然呢,有人曾在这里剧烈的打斗过,而地上躺在血泊中的那名男性受害者,显然呢,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命特征了。 死者是一个非常强壮的成年男性,身上只有一个伤口,也是最致命的一处伤,就在胸口之上。 凶手和死者的关系,明显只有现场这个幸存的女人,也就是凶手的妻子,能够清楚地向警方表明了。 而且呢,这个女人,也是两人不可调和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角色。 那么,他们三个人之间,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情感纠葛呢? 本案中呢,那位浑身嗜血前往警局报案的男子,叫做李生明,在此之前呢,一直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,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和前刻。 不仅是家人不敢相信,就连稍微了解李生明的邻居们啊,都不敢相信,那个憨厚老实顾家爱老婆的男人,竟然杀了人。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 而那位独自在家失魂落魄的女人,则是李生明的妻子,叫做张芳。 不过呢,说是李生明的妻子,其实啊,不过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,或者呢,只是多年来的一个习惯。 是的,李生明和张芳已经是离婚的关系了,但是离婚之后呢,却一直没有离家,而知情人都知道,这对夫妇呀,是在离婚不离家。 而至于为什么不肯离家,我们呀,一会儿再来分析一下。 最后呢,是那位不幸倒在血泼当中的男子,叫做潘强。 她的惨死呢,虽然非常令人悲痛,但是对李生明来说呀,却是一个解脱。 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呀,说来话长了。 首先啊,得从李生明和妻子张芳的结识说起。 两个人呢,是在2007年结识的。 当时呢,李生明和张芳呀,都在外地打工。 或许啊,是一种同是异乡人的兴兴相惜,两个人开始彼此的照顾,互相的体贴。 李生明和张芳呢,也很快就因为日夜相伴而产生了感情。 而此时呢,横更在两人之间的只剩下一件事了。 那就是啊,张芳此前已经结了一次婚,并且呢,还带着一个小女孩。 对于张芳的担忧呢,李生明的话很快就打消了她的顾虑。 因为李生明呢,向她承诺,他们两个呀,可以不用再生孩子了,就只养着张芳的这一个女孩就够了。 李生明的话给张芳呢,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 她相信李生明一定会成为她的依靠,也会是她女儿一个很好的继父。 但是啊,一段关系的确认,以及两个人的彼此结合,需要的呢,不只是当事人的互相同意,背后或许啊,还会有家人的阻拦。 而李生明和张芳就是这样,其实两人呢,是情投意合,但李生明的母亲并不赞同这段关系, 也不认可呀,这个还带着一个脱油瓶的儿媳妇。 那么,张芳在这样的压力下,她的第二轮婚姻又会经营成什么样呢? 李生明和张芳结婚之后,很好地履行了她的承诺,不仅呢,很好地照顾了这对母女,也和婚姻承诺的一样,不会干涉张芳啊,去做结查手术。 但是张芳的婆婆呢,却对此呢,非常的不满,原本婆婆得知啊,这就是一个二婚的女人,还带着一个孩子,就非常的不情愿。 现在呢,又得知自从儿子和她结婚成家以来,张芳呢,还把女儿接过来享福,但是啊,却在嫁个儿子之后啊,却做了结查手术。 这不是在打儿子的脸吗?不是在打他们家的脸吗?于是啊,即使李生明和张芳已经搬了出来,不再和母亲同住了,但这老太太呀,还是因为操心儿子的传宗接待问题,天天上门来啰嗦。 要么呢,就是嫌弃张芳是个二婚的,要么呢,就是嫌弃张芳呢,还带着一个脱油瓶,害得她儿子呢,还要多养一个。 一开始呢,张芳对老人的做法呢,也能理解,自己的做法放到哪个家庭啊,肯定都是不会被接受的。 婆婆的打扰呢,主要还是因为不满自己,不肯给李生明生孩子。 此来讲去之后,张芳觉得呀,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三天两头的被人唾弃,还是呀,得先和丈夫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 即使是婚后呢,从日常生活的点滴来看,自己的这个丈夫呀,确实是稳重可靠。 张芳呢,也是心甘情愿的呀,希望给李生明生一个孩子。 但李生明其实是不同意的,因为妻子张芳呀,刚刚才做完了检查手术,现在被孕的话,肯定会受苦。 张芳呢,却坚持要一个孩子,起码这样,自己也算尽心了,在婆婆面前呢,也能有一些底气。 两年之后,也就是2009年,在张芳的不懈努力之下,她和丈夫李生明的小女儿讲生了。 新生命的诞生呢,让李生明沉浸在了出为人妇的喜悦之中,对这个小女儿每天是抱着爱不失手,觉得人生啊,至此都圆满了。 但是呀,还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呀,那就是家里又多了一口人,这花销更大了。 李生明无奈之下呢,也只好出去打工,并且将妻儿呢,托付给了自己的亲生母亲,希望母亲啊,能够到自己的家中帮忙做一下饭。 张芳呢,原本以为给李生明生了一个孩子之后,就会赢得婆婆的喜爱,起码婆婆呢,不会再为难自己了。 然而呢,始于愿违了,婆婆呢,不仅没有因为这个孙女儿到来而感到高兴,反而啊,还再次责怪儿媳呢,没有给她儿子生一个男孩。 当时还在坐月子的张芳啊,每天都是吃一些婆婆随便煮的稀饭,然后呢,就自己照看孩子,而婆婆呢,则是煮完饭之后,就出去聊天去了。 和李生明没有孩子之前,被责怪没生孩子,生了孩子,又被责怪生了一个女孩出来浪费家里口粮。 张芳每每想到这里,就对婆婆是心怀怨气,很快,这股怨气就变成了导火索。 一次,张芳呢,在婆婆打算再次抛下坐着月子的她和孩子,就为了外出呢,和别人聊天消遣的时候, 婆媳之间呢,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。 当时张芳呢,还在坐着月子,就因为啊,被婆婆责怪孩子不是男孩,就被婆婆呢,撵出了家门。 张芳就这样,抱着孩子在路边等着丈夫的回来。 这样的婚姻呢,显然不会长久,婆媳之间的矛盾呢,已经不可调和了, 而李生明和张芳的这段关系,则变得摇摇欲坠。 那么,这段婚姻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? 婆婆的责怪和挑剔给张芳带来了极大的困扰, 原本就在坐月子期间的她呢,因此产生了心理压力。 那次被撵出家门之后,还有了产后抑郁的征兆。 或许啊,只有张芳自己才知道, 被撵出去后的她抱着孩子心里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。 总之啊,自从那次被撵出去之后,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不满就会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。 而更让张芳感到失望的是丈夫的不作为。 每次面对她和婆婆爆发的冲突, 李生明呢,也只会尴尬的埋头吃饭。 而在李生明看来,母亲年纪大了, 自己呢,能多孝敬一天是一天, 况且母亲所做的一切啊,也都是因为关心自己。 要不然的话呢,自己也不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儿, 所以凡事啊,忍忍就算了。 因此只要母亲犯的不是特别过分的错误, 在李生明看来啊,都是可以被原谅的。 但是对张芳来说呢, 作为丈夫的李生明,一次次的逃避和一昧的劝张芳忍让, 她彻底失去了安全感。 尤其是月子期间呢,被赶出家门的这件事, 已经成了张芳心里的一个疙瘩了。 她的心情啊,也是变得越来越烦躁。 每每觉得心情烦闷了, 张芳呢,就会以自虐的形式, 通过伤害自己来换取丈夫对自己的关注。 一开始呢,李生明出于对妻子的关心, 只要妻子一自残, 李生明啊,就会答应他提出的各种要求。 但是慢慢的, 妻子呢,动不动就拿刀子剪子, 有时呢,还会拿一罐药出来威胁自己的这种日子, 让李生明啊,也觉得厌倦了, 耐心呢,也就渐渐的被消磨掉了。 此时的两人呢,都被这段婚姻折磨得不像自己了, 而不知呢,是谁新提出的离婚, 总之两人一拍几合, 立马就去办理了离婚的相关手续。 但其实呢,两个人呢,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, 那么这段感情还会有转环的余地吗? 其实李生明和张芳两人呢,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, 很多感情呢,都渐渐转化为了亲情。 和张芳离婚后的一天, 家里呢,只有女儿和李生明, 这时女儿怯怯的说了一句, 妈妈不在家,爸爸你来抱抱我吧。 李生明突然意识到, 两个大人不负责任的冲动离婚, 给孩子带来了多大的影响。 于是为了孩子, 李生明和妻子决定暂时的离婚不离家, 但是呢,也不着急去复婚。 虽然彼此照顾, 为了孩子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, 但是啊,又有各自的生活空间。 但是很显然的, 这样没有法律保护的婚姻是岌岌可危, 遥遥欲坠的。 只要此时呢, 有一个第三者过来轻轻一推, 这段勉强维持的婚姻就会瞬间的破裂。 而潘强就是这段关系的第三者, 他和这对奇葩夫妇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? 潘强和张芳的认识啊, 是在张芳离婚之后的。 当时呢, 张芳的一些亲友只知道了他离婚的事, 但是啊, 不知道他后来还是和前夫啊, 住在一起。 于是呢, 张芳的一位娘家嫂子得知妹妹离婚了之后啊, 李济就给他介绍了另一个丧偶且同样带了孩子的男人, 而他呢, 就是潘强。 而潘强在和张芳见了那一面之后啊, 李济决定一定要娶这个女人回家, 于是潘强对张芳啊, 就展开了激烈的攻势。 在此期间, 潘强呢, 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张芳竟然还被迫留在了前夫家。 那天之后, 潘强开始频繁的和张芳联络感情, 希望啊, 到时候张芳能够心甘情愿的和他一起逃离火坑。 而张芳频繁和潘强电话联系的现象, 很快被李生明发现了, 但是李生明也知道, 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已经没有名分的同居者, 没有身份阻止前妻追求新的幸福。 其实张芳啊, 也看出来李生明对自己和另一个男人过往甚密感到不满, 但是呢, 他很享受这种被人关心, 被人追捧的感觉。 但他也多次向潘强坦白, 自己啊, 是绝对不会改变生活的现状的。 2011年5月的一天, 张芳呢, 还在家里干着农活, 而就在这个时候, 他接到了来自潘强的电话。 电话中潘强表示, 想让张芳给住院的他呀, 送一些便饭。 张芳询问过丈夫李生明之后, 就将饭盒送了过去。 谁承想, 刚到傍晚的饭点时间, 张芳又一次接到来自潘强的电话。 这次借口是潘强母亲年纪大, 腿脚不便, 所以才叫张芳啊, 送点便饭。 一连七天的送饭和照顾, 让潘强更加肯定, 张芳对自己是有意思的。 只是碍于前夫的压制, 所以才不敢光明正大地和他在一起。 但事实确实, 张芳啊, 只是想从潘强的身上, 获得一些不必对此负责的情感慰藉。 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, 也是非常满意的, 并不打算离开李生明。 由于张芳和潘强的相处没有把握住分损, 张芳偶尔给出的一些暗示, 让潘强觉得呀, 他和张芳两人就是情投意合。 2012年1月29日下午, 是大年初期, 张芳再次接到了潘强突如其来的电话。 你给我下点面条吃呗。 算了, 你别来了, 李生明要生气的, 你这一次次的, 张芳呢, 赶忙拒绝, 潘强呢, 却似乎是知道张芳的为难, 主动提出啊, 他会自己向他前夫说, 紧接着呀, 就打了电话给李生明, 说他呢, 想去找李生明喝酒。 李生明对这个最近在苦苦追求自己妻子的男人呢, 也是非常了解, 也想看看啊, 他到了自己家中, 想做些什么, 于是呢,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, 还打电话给了在家的张芳, 让他准备好饭菜和酒, 只见李生明和潘强, 一开始在酒桌上相含甚欢, 但是潘强的情绪却是越喝越激动, 在李生明举起酒瓶给潘强倒酒的时候, 潘强一挥手, 就将李生明带来的杯子打倒了, 我不要你倒的酒, 我要张芳倒的。 他边说呢, 边用手指着李生明的额头说, 张芳不跟我过, 一定是你从中作怪。 李生明一眼就看出这个潘强, 根本就不是喝醉酒刷酒疯, 而是呢, 故意在这找茬呢。 就在李生明准备发火的时候, 妻子张芳凑到了李生明的耳边说道, 你不要生气, 随他说去, 我还是和你过日子的。 在妻子的安抚之下, 李生明很快平息了怒气, 还递了一支烟给潘强, 打算缓和剑拔奴章的气氛, 谁想到潘强竟然将那支烟扔在了李生明的脸上, 还踹了李生明几脚。 多日以来感受到压抑和愤怒的不只是张芳和潘强, 李生明同样因为周围有村民嘲笑他, 被妻子张芳戴了绿帽子而感到愤怒。 既然潘强今天是来挑事儿的, 那今天就都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了。 于是呢, 李生明和潘强两人就这样扭打了起来, 荒论之中, 李生明看到了旁边桌子上摆着的一把刀, 点光火石之间, 李生明将刀拿过, 并将那把尖刀刺向了潘强的胸口。 2012年6月14日, 甘肃省九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生明死刑, 缓期两年执行。